明明不打算伤太久的,可是刺客微微的脑中硬是没出现下线这个词,反倒是大神戴着耳机,神情冷清的接听电话的样子,许许地浮现在眼前,打电话还能一心二用做出那么强大的操作,大神某种程度上已经强大到逆天了吧。 微微不由便出了神,屏幕上的红衣女侠也静静地坐在秦师的身边,红裙子徐徐地飞扬着。 片刻,白衣秦师说, 微微,明天我要去上海。 才十一点钟,图书馆附近的食堂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微微和摄友排在队伍的最后面, 看着前面拥挤的人群叹气。 二喜排在他身后,贼兮兮地笑。 嘿嘿嘿,就算你家大神不在,跟我们吃饭,也不用叹气吧。 这样的话,微微在早上和他们一起自习的时候,已经听了好几遍了,所以一点感觉都没有。 镜子探头看今天食堂是什么菜。 二喜见他没反应,愈夹贼兮兮地问。 微微,你跟你们家大神进展到哪一步了呀? 微微无语地回过头, 我们才认识一个星期好不好? 思思凑过来说, 你们认识两小时都确定关系了, 这这速度,认识一个星期,小孩都可以打酱油了。 微微,总之,什么都没有,酱油铺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小灵不相信。 不可能吧,难道小大神打算温水煮青蛙? 微微炯,你才是青蛙? 小灵越想越有道理。 没错了,肯定是这样。 先是大火烧开,然后小火慢煮,迟早把你这只青蛙吃掉。 二喜也琢磨出味道来了。 有道理,大神的战略估计是这样的。 先来一手闪电战,现在再玩渗透战。 他的表情忽然渐渐的。 微微,你们什么时候论池就战哪? 思思复合说, 对哦,先是狂风骤雨,让你摸不着方向, 再是和风细雨,让你晕头转向, 最后再来个什么雨呢? 思思努力地思索中, 微微脑子里不知怎么地忽然就冒出四个字, 乌山云雨。 然后,华丽丽地窘了, 二喜还在不死心地强调, 持久战啊,持久战, 持久啊,持久。 微微他们还是没理解他的身意, 哭的一声, 一直排在他们身后的某个男生喷了。 四双眼睛一起向那人看去, 是一个个子挺高的男生, 长着张娃娃脸, 大眼睛, 就跟高中生似的, 他之前就鬼鬼祟祟地跟在他们后面。 二喜他们跟微微在一起的时候, 见多了这样有贼心没贼胆的男生, 也没特别在意。 那男生被他们看着, 白白的脸皮瞪时红了, 闹闹头很窘迫地对微微说, 哈哈, 二老, 我莫扎他呀。 微微凌乱了, 莫扎他? 好没? 大神社友? 他认识的那个? 不会吧? 微微瞪着他, 刚刚他们讨论的事情, 他全部听见了。 啊, 那丢人丢大了, 而且…… 微微想起莫扎他对自己外表的描述, 据说并没球还黑的, 再看看眼前这家伙白白的样子。 微微怒了。 好啊, 这家伙从头到尾就没说过真话, 昨天还谎报军情陷害他。 微微就很加薪酬, 当下很可亲的一笑, 悠悠说, 啊, 原来是美人师兄啊。 于是, 在众人惊骇的眼神中, 莫扎他白嫩的娃娃脸, 彻底的扭曲了。 数分钟后, 莫扎他在食堂阴暗的角落里啃着白菜, 愤愤地掏出手机向某人告状, 你老不调戏我。 很快, 某人回忆。 爸爸被调戏, 我不惊。 莫扎他当下一口鲜血喷出来。 不得不说, 某两只在气死人不偿命这方面, 真是千里之外心有灵心。 一天都没有萧奈的消息, 晚上微微自习归来, 忍不住又上了一下游戏, 萧奈当然不在。 微微跑去了他们的房子里, 摆摆家具, 给花园里的花浇浇水, 溜达了好几圈。 一会儿鱼公他们上线了, 微微跟他们会合, 给了鱼公和猴子酒神兽后, 一边打副本, 一边很没营养地聊天。 鱼公 康师傅新出的泡面不好吃。 微微 泡面又上寨了, 猴子酒 他是猪, 所以吃康师傅, 我们吃康师傅。 鱼公 哎, 比不上老三呀, 现在没酒在手, 美人环绕。 微微 无语 莫扎他今天吃了微微的亏, 使劲地挑拨利剑。 三嫂, 不要生气, 回来我们帮你教育他。 微微窘, 没有生气, 我很欣慰。 鱼公, 这次成语都没用错。 鱼公悲愤了。 我没有用成语好不好? 微微, 对你要求不能太高, 四个字就算成语了。 鱼公 其实成语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儿童时期有心理阴影。 猴子酒 心理阴影跟心理变态有什么不同? 鱼公无视他悲痛的陈述。 鱼公移生这个成语, 大家知道吧? 是讲一个老头, 带领全家人民每天挖这坑。 微微连忙阻止他的小学普及教育。 刚好知道, 不用解释了。 鱼公 哦, 你知道就好, 我不是叫鱼拜山吗? 所以总把它说成鱼公班山, 就因为这个被一门老师提防了很多次。 猴子酒 你阴影怎么比我释放有害气体还简单? 莫扎塔 原来脑残是从幼年开始的。 微微, 我后道, 我什么也不说。 鱼公同学很悲愤地去角落里榨蘑菇了。 莫扎塔不死心地追着微微问。 三嫂, 你真放心老三呀, 上海那个花花世界, 酒会那个波涛汹涌。 微微, 他不是去给方腾系统升级去了吗? 莫扎他吃惊。 三嫂你也知道。 他当然知道了。 大神八点半的飞机, 七点钟居然还找他吃了个早饭, 顺便报备了一下行程安排和离开的天署, 然后才不慌不忙地走了。 九。 三嫂, 你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呀, 升级哪用他去? 猴子九说。 据说风堂的老大要帮老三引建一个大客户, 所以临时决定过去的。 鱼公这时小强般地复活了。 嘿嘿, 如果能拿下这个项目, 老三的老破本就有了。 莫扎塔跟他一场一合, 故意装出很吃惊的样子。 老破本要这么多啊? 鱼公搭枪。 人家要娶细花呀, 细花啊。 威威很有磨牙的冲动, 不过面对非大神人士的挑衅, 威威还没输过。 发了个笑眯眯的表情, 威威说, 没办法, 大神没理想, 不想嫁富婆。 鱼公无语了。 一分钟后, 远在上海参加酒会的某人手机上, 又借到一条告状信息。 你老婆欺负我。 不准痕迹地把手机收回袋中, 小奶嘴角清梳。 看来, 某人在他不在的时候, 也过得很快活呀。 不过, 远在必成快活的某人, 很快乐极生悲了, 源于二喜的一声惊叫。 天啊, 威威, 你快上学校论坛。 学校论坛, 因为计算机系的顶级牛人和细花的恋爱事件, 狠狠地热闹了一阵子。 不过, 几天下来, 因为没有新的八卦点出现, 已经有点退潮了。 然而周六晚上的一张新帖, 又再度把全校学子的目光吸引了过来。 帖子名主题是, 劲爆, 本校著名才女挑战绯闻美女。 激动, 今天无意逛到本校某才女的博客, 发现一篇新鲜博文, 我其实只是随便看了看, 谁知道一看就激动了, 越看越激动, 于是拿来跟大家共享, 博客地址3w.xxxxx.blog.xxx.com.cn 我不厚道, 全文专载了哈。 然后发帖人全文专载了那篇标题为, 谁让你没有34C的博文。 文章很长, 开头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后面讲到博主昨天下午和朋友去喝咖啡, 顺便描述了一番咖啡馆的格调, 装修之类的东西, 然后才是发帖人飙黑的部分。 不觉谈起近日学校崩洞的绯闻, 举不胜唏嘻嘻, A君感慨, 可见男人不管他是多么的出类拔萃, 超凡脱俗, 爱得永远是女人的那张脸, 像。 B君却是不服, 只同做C君, C君岂不更美, 真真才貌双全, 且相识在前。 C君颜色惊人, 才华横溢, 对萧君之心可谓痴迷, 今日输在不如己人之手, 畅畅然不必言表。 A君道, C君单纯, 想必手段不如人。 我笑C君, 喂, 谁让你没有三十四C? 接下来又是一段评述, 字里行间处处带着 看透男人的通透智慧, 又似乎隐藏着一丝 孤方自赏的伤感。 博主教艾香奈尔, 学校知名人士, 素有才女之称, 平时爱写些咖啡音乐, 香水之类西方情调的小文章。 据说, 在某著名时尚杂志上 还有专栏。 二喜悦看乐器, 什么才女啊, 这赤裸裸的就是人身攻击。 微微没出声, 手指镇定地按着鼠标往下拉。 帖子发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回帖很多, 复义者居然慎重。 不过这倒也不奇怪, 微微成绩虽好, 但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她,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 因此, 非计算机系的人对她的印象, 多半是停留在美艳的外表上。 现在被爱香奈尔这么一说, 大部分人便觉得果然如此。 当然, 觉得爱香奈尔很无聊很酸的人也不少, 更有不少人在猜测, C君到底是谁, 为此还专门开了个猜测铁下注, 笑话梦已然是被人提起最多的一个。 小灵和思思也是一肚子活, 小灵冷笑说, 哼, 这种女人大概觉得全世界的男人都该爱她, 不爱她就是肤浅好色, 不懂内恨。 思思出主意, 我们把微微的成绩蛋贴上去, 休死她。 微微这时才出生, 回什么帖, 这种帖子, 丢脸的又不是我。 没有把回帖看完, 微微就点了右上角的红叉, 恼怒是难免的, 但是看二席小灵他们义愤填膺的样子, 微微反而有些平静了。 回帖是完全没必要的, 现实毕竟不同于网游, 网游可以只求痛快, 毫无顾忌地砸回去, 现实却必须考虑更多, 然后选择最理智的方式。 不回击, 虽然有些憋闷, 但是总比户才给人看笑话好。 不过话说回来, 微微表现得如此平淡, 也是因为这帖子踩得无关痛痒, 要是踩到禁区, 她早上门赌人了, 这种事她又不是没干过。 吴世壮和愚公他们到了别, 关了电脑, 微微起身走进卫生间, 洗衣术准备休息。 二喜追过去拍门, 微微, 你就不生气啊? 放下擦脸的毛巾, 微微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目光沉静。 人家赞美我有才有貌, 生什么浅? 二喜纷纷地说, 微微, 你眼花了呀, 人家哪有赞美你有才华, 明明说你没脑子好吧。 身材也是才啊, 微微打开卫生间的门, 再说, 脑子这种东西, 要同一个水平线上的人, 才能互相承认的。 二喜一时没反应过来, 等领悟了不由景仰地看着微微, 微微, 你好毒啊。 这算什么? 用鱼工的话说, 连大神的九牛一毛都不到呢。 微微朝他做了个鬼脸, 二喜稍微气平了点, 气一消, 脑子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眼睛在微微身体的某部分扫来扫去, 二喜很猥琐地问, 微微, 你真的是 三十四C吗? 周六的夜晚, 在二喜被殴打中落幕。 大神一直没有打电话过来, 微微也不失落。 大神离开前都说过了, 第一天也许没时间打电话给他。 第二天, 出乎微微预料的, 博客试点升级, 原因一, 计算机系的男生怒了, 他们能不怒吗? 计算机系本来就僧多粥少, 难得出一个孝极美女, 而且这美女没有外遇, 在计算机系自产自消了, 这容易吗? 现在居然被人暗指没脑子, 你才脑残, 你全家都脑残。 以上为计算机系全体男生的新生。 于是, 艾香奈儿的博客被人黑了, 顺带贴上了计算机系 大二上学年的奖学金名单, 再顺便, 艾香奈儿所在系的奖学金名单 也被贴上去了, 天天里面没有艾香奈儿的名字, 两相一对比, 讽刺之意十足。